去年我最高是5700 上去年剩4900 那今天到昨天大概還有5500多 那回來很多 所以我今天笑得還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 我是覺得存股的人 你不能一天到晚去看你的資產 漲漲跌跌 那個變得很多 那我覺得比較穩定的就是 我們每一年的股利 都還有成長 對 因為股利的成長有兩種來源 一種是你股票數多了 他即使配同樣的錢 你也會多零一點 那另外還有就是你買對了好公司 他的獲利會成長 他獲利會成長 他就配的比較多一點 所以相對來講我還OK 這個是上一次的 上一次 但我剛剛對了一下我最新的 其實差不多中間差了一兩張而已 一兩張 對 所以你很淡定 那就是說有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碰到 你真的想要買的價錢 那我現在看了 我上次來的節目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觀察一個叫以鼎 一個叫志義 對 一個把價錢定在150 一個把價錢定在90的時候 我準備要買 但是現在很遺憾的 以鼎已經都200多了 我還沒買到 那志義也110多了大概 也沒買到 這個東西就是 有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還是要維持一個紀律 你不能說漲了就跟著去追 有可能你的成本會變比較高 那我跟上一次不太一樣的 就是因為 我倒是多買了好幾張 第一個大成 你買大成 雞蛋 買完了以後蛋就漲了 所以我還維持了 我並沒有在大成獲得很高的獲利 但是我至少穩定的多領 它的鼓勵的話 我大概吃蛋的成本會降很低 那還有就是食品股我覺得 比較抗通膨 我還算比較喜歡 那像我的統一的話 我雖然張數沒有多多少 但是因為統一今年就配3塊1 那我的成本我這邊是29塊錢 上面成本 那我用29塊去配3塊多錢 我覺得這樣利息對我來講還是蠻不錯的 我目前來講 因為統一平常講它配3塊1 如果現在來講它69塊錢稍微高了一點 我大概不會再增加 我就留在那邊 因為聯電配3塊6 聯電才50塊 51塊這樣子 那所以我在這個中間還會做一些取捨 但是我已經買了 我就從開始 第一張買到現在我就一直增加 第一張什麼時候買 2003年那時候SARS的時候買比較多 那你都沒有賣 都沒有 我統一沒有賣過 被我爸爸賣過 但我自己沒有賣過 沒有什麼感覺啊 因為你領鼓勵嘛 我以前有講過啊 我們8年前我大概是統一領15萬的現金鼓勵 那我去年領的是50萬的現金鼓勵 我今年算一下我可以領到60萬 那這樣每一年多一點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就好像你種個大樂透 不一次領錢 分年每一年每一次 一次可以領個10年20年 你預算金有改變嗎 我沒有改變 而且還搞不好還會再多一點點 因為多一點也會有分兩種多 一個是配股 他本來就配股了 我去年都配了26張 那又加起來 那今年又可以再配 那今年還有現金增資的 那我也會再增加 所以我變成雖然今年它的股力減少了 但是我是假設我是還會追蹤啊 我是現在假設 因為金融股去年都不好 但是金融股會不會每年都不好 我是想說今年開始可能會慢慢回來 所以我的眼光是看到明年 看到後年 那今年現在有便宜的價錢 我就再多存一點 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是覺得還穩了 而且我在那邊講一下 我的一三斤成本才13塊錢 我在買10張 你的成本還是13塊 對 我用13塊去領他那個6塊錢的 6毛錢的利息也算OK啦 因為中間還有4毛的股票